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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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头股都是支离破碎的 上面有刀砍腐劈的这种战争的遗痕 是非常多的 差不多就有在一个按照推算 他就一个台金罐里边差不多就有2000多个头股 据推算的说这有可能是越一伐旗的时候 从齐国带来的这种战场的那个他们的战利品 当然也有是不同的说法 说这个眼下都可能他们是一丝内乱的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个金罐的遗址 你看大家看非常多的这种头股 基本上都支离破碎的 从汉代 在汉代的这个财类里边 我们其实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王莽的时期 当时有很多人来反对王莽 其中以前的宰相在翟芳晋 他的儿子呢叫翟义 起兵的时候被镇压了以后呢 他们这个翟家被遗三族 而且王莽诏书里边就是说呢 说是在这个 在那个五个地方 就是齐义军所跟这个 这个王莽军队打仗的那个五个地方呢 建立了五个高台 诸位金冠 按照这个王莽的时期的这个度量和换算 差不多每个金冠的面积呢 可能就是192平方米 其实面积还是相当大 高倒是不高 只有六尺 但是呢 相当于就差不多一米四左右 但是他前面还立有一个表目 就很高的一个牌子 牌子上 牌子差不多有3.7米 这个上面还写着就是反逆 反鲁逆贼金尼 其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金冠 但是跟燕夏都那个比起来 那个是差不多10米高的高台 这个就比较矮一些 现在我们从文献里边能看到 从隋到 从汉末到隋 差不多一共有13个例子 这里边呢 尸体最少的也有数千句 最多的就有上万 差不多有三万 三个例子是上万的 甚至有达到十余万之多 所以这个规模是很大 有全部用尸体的 也有只用头骨的 那么金冠的功能呢 其实它有多方面的功能 一个呢就是封镇这些战场上的亡魂 然后炫耀武功 镇压 震慑那个潜在的敌人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周书里边讲 北周的大将在平板之后 他列了一个金冠 然后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人呢 看到以后 金冠以后呢 就痛苦不已 然后呢 狠立之心 错误 就是说是他就不敢再反抗了 可见金冠的这个功能 然后到威吉南门朝时期 我们看在文献里边就 很多文献就表明就是 不管是一个成功的大将 武将还是一个帝王 他的建立一个金冠 是表明他的一个工业的一个象征 当然也开始有不同的声音 你比如是特别是梁武帝 我们都知道梁武帝是奉佛的人 然后他的一个诏书里边就 提到说是 要给那个健康城里边 即使是他的对手 他也要把他们给安葬下来 这是一个 首次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呢 这种跟佛教到底有没有关系 可能是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对于 战败一方的这个尸体呢 做一个掩埋 当然到了隋文帝 我们都是另外一个 重复罪吏的这个皇帝 因为隋文帝跟佛教的关系 陈金华老师有很多的研究 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他 在继位之初 就在他父亲杨中生前的 这个征战之地呢 有四个地方 各立司一所 建备宋德 这当然是 主要是为了歌颂他父亲的工业 但在第二个月 他又建立了另外一个寺院 这个是在哪 是在向州 我们都知道 他在这个 三宗馆之乱 就是他主要的一个对手 就是宇池炯 在那个地方呢 他就建立一个金冠呢 特别提到说是死士之臣 菩提增长 这是指的是他的隋军的将士 然后悖逆之旅 犹暗入名 所以这是给对方和 这个 和这个对于敌军的亡魂 他其实有一个 救度的一个观念产生 这是隋文帝 当然到了唐太宗时期 在一个高僧 叫明瞻的一个 明瞻的一个 这个建议之下呢 他建立了七个佛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其实以前有很多人 有过研究 主要是在 李世民在创业过程中 所击败的七个主要对手 我们看这个应该是一个列个表 然后呢 在这个列了像 洪济寺啊 普济寺啊 慈云寺 昭爵 等词 昭福昭人 这样 这七个寺 然后同时又 当时第一流的大的 士大夫来写悲文 但很可惜 现在目前存世的 原悲存世的 只有一个 就是陕西的昭人寺 还有呢 等词寺呢 它是有踏本存世 我们看一下它的 这就是陕西咸阳寺的常武县 这个昭人寺依然还在 然后那个碑呢 也会保护的非常好 有碑亭 然后呢 还有宋本的这个踏本存在 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看 他讲了很多 内容很多 但是 比较重视 重要的就是 这一句话 就是要把 就是在这个 就是不立金官 然后要 对对方的亡魂 进行一个救度 就跟隋阳帝 隋文帝的情况是一样 然后我们看 昭人寺 尤其是他是 建立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 唐太宗 打天下的时候 他唯一的一场败仗 就被薛举打败了 但是呢 而且他们唐军是被 尸体 被铸为金官 但是后来薛举 据说是被金官的 这些亡魂被 来报复 他很快就暴毙 然后呢 这个 所以他没有趁机 打下长安 后来李世民重新 击败了他 所以这是一个 唐太 李世民 其实很 创意过程中 一个痛苦之处 然后呢 等词四卑 其实说的 跟招人四卑 内容差不多 虽然是不同的 作者来写的 但是呢 内容都很像 就是说 我们 这个 克敌之后呢 我们不建立金官 而是要 反而是要对于 对方的 这个敌军的将士呢 也要 进行一个救度 所以说 克敌之处 普建道场 秦军比我 恩恰同意 这是跟 以前我们讲的 看到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到了 贞官五年的时候 刚才 建七四的是 贞官三年 到了两年之后 唐太宗就 正式下招 在全国 废毁金官 而且不光是 唐朝临近的时候 甚至很古老的金官 他也都要 把他 全部毁掉 这是一个 他的一个招书 然后呢 有人就说是 唐太宗 就是欧阳修 在拔文里边 就说 唐之剑四 说是为了 这个战王之事 实际上是他 自赎杀人之罪 我们看 唐太宗 他确实在这个 二年的时候 还已经给 这些亡魂 设斋行道 说因为他自己 亲手所杀的 就有一千多人 的一个 然后呢 我们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 为战场 亡魂救赎呢 更重要的是 要高视他的工业 因为他的登上皇位 是不正当的 杀凶逼赴 这样造成 才登上皇位 所以他用这个手段来 立七个四呢 都是在他的 最重要的一些战场上 然后呢 宣扬自己的武功 强调自己在建国过程中的 核心作用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他的 丰功伟绩的一个表证 然后呢 同时他下了招呢 产学天下的金冠 更是要树立他的一个 仁德之君的一个形象 所以一会一立呢 这两个问题是 现在是相辅相成的 到唐太宗之后 其实 一直到了武则天的时期 才开始又出现了新的 尽管到 比如说杨思旭 唐玄祖时期 也出现有这样的 尽管就越来越多了 一直到宋代 也有 但是越来越少 一直到明代呢 我们看 在平定苗族的 那个湖南的 一些广西 这些的地方的 这个叛乱了以后呢 还会见这样一些 尽管的这个 现象出现 所以总结一点呢 就是围绕着战场上的 石骸呢 我们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并列的一个传统 一个呢 就是建立金冠的一个传统 就是通过将战败敌军的 尸体呢 夯土为台 然后呢 宣扬自己的武功 震慑敌人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仁德之君呢 这是儒家传统塑造的 仁德之君的一个 掩埋骸骨的 这样一个传统 然后呢 主要是要塑造一个 泽疾枯骨的 这样一个人均形象 那么到中古时期 这个特点呢 就是出现了 因为佛教的这个 巨大的影响 从梁武帝开始 一直到隋文帝 一直到唐太宗 这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 佛教的话语 逐渐的影响了 这样一个传统的这种 这个两个传统 对于战场上的尸体的话 他们在慈悲啊 救度这样的一些 佛教话语之下 实现了对于 这些传统的超越 就是通过 智利佛寺的这种功德 使那些悖逆之旅 也能由暗入明 最终实现了 并就空苦 先把生死 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显示了 佛教的生死观 对于我们传统的 文化的一个 巨大的影响 基本上就是 简单的报告这样 因为时间 怕超时间 所有就简单 讲得非常简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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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